你比你想象中懂艺术 意外艺术媒体逆天出品 前两天一公子在微信上发起了一个写自己名字的活动 一夜之间收到了N多珍爱艺粉们的名字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 但是看到这些字就真的好像看到了人一样 小的时候我们肯定都练过字 而且很多父母为了锻炼我们的心性都让我们学写字去了 最好写成这个样子 这是什么呢 我们小时候肯定都临摹过他的字帖 大叔法家 颜真卿 你看他的签名 很漂亮对吧 公公整整 我们小的时候写过的颜真卿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其实最真实而优秀的颜真卿是这个样子的 没错 它是一个草稿 也是现存在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行书作品 你看那些印章 哇 那么多印章 好多人给他点赞 像乾隆皇帝这种脑残粉啊 换一个马甲继续点赞 初看这篇帖你肯定很难觉得它有多么伟大 字迹潦草 图图改改 但是那个恰恰就是它最伟大的地方 就像我们自己以前学写字帖一样 我们每次学都是学最工整的 但怎么学怎么不顺眼 为什么呢 因为那好像戴了一个面具 是我们想要别人看到的自己 那恰恰都不是最真实的自己 而我们随手写的草稿 那个才是最真实的 这篇帖子其实是最真实的颜真卿 也是我们曾经没有见过的 最打动我们的颜真卿 那个是颜真卿在一个巨大悲痛的心境里写的 他的哥哥和他的侄子在安史之乱当中被叛军无情的杀害 过了一年人们才在废墟里面去找到了他侄子的头颅 而颜真卿就是面对着他侄子的头写下了那篇记文 我们今天要从一篇字去看一个人的性格 有几种方法 如果是一公子的话 我会从这几种方式下去看 第一种 我会先看他整篇文章的布局带给人的直观感受 你看他其实是有阶段的 每一个阶段都代表他的心情 前面还很流畅 很轻快 先交代时间 交代祭拜人的官职 交代他侄子的官节 然后他就开始回忆他侄子的生平 他说 你就像宗庙里的狐连一样 又像是我们家庭院里的兰花和香草一样 你像玉一样温润的品格 常常觉得让我很欣慰 你看他在回忆的时候 整个线条是非常流畅和轻快的 然后慢慢回到现实 想到他的哥哥和他的侄子怎么死的 那个时候笔触一转 整个开始厚重起来 尤其是说到贼臣庸重不救 这个是严正卿圈调 但是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很清晰的字 那个时候 唐军这一方 有一个叫王成业的 当时拥有众多的兵力 但是就是不去救援 然后孤成为逼 孤成为逼的后果就是 腹腺子死 朝清软腹 严正清大声的疾呼 上天啊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 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 就让他这样结束了 到最后连身子都找不到了 只找到一颗头 我真的拿一百个身子都赎不回来啊 你看整个写到后面的时候 呜呼哀哉上响 那个呜字到最后 只是剩下一个线条了 从那个线条里面 你却能读出当时作者的心情 和他的心情 所以易公子一直觉得 看一幅书法作品 其实特别有意思 我们以前常常去的 自己看不懂 好像觉得他跟我们有距离 其实是因为当时的教育 太多的告诉我们说 你要从一个技法上面去看 搞得好像我们没写过书法 就看不懂书法作品一样 其实不是 每一幅作品 其实都是作者的性格 和他当时的心情 我们进得去 因为我们感同身受 因为我们都活在亲情里 好 第一个 看他整篇的布局 那接下来要看什么呢 没错 看他微观的每一个字的结构 我们把单个的字拉出来 不管是细致的 还是潦草的 几乎每一个字都很端正 你要知道当时颜真静 可是在一个巨大悲痛的心境里面 去写的 但即便感情那么强烈 即便他用的还是行书 他每一个字的变形程度会高吗 其实不高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身边那些写字比较端正的人 他们是不是性格上面都比较刚毅 比较果敢 也比较敦厚和老实呢 然后我们还来看什么 看他下笔的轻重 有些地方是细如油丝 有些地方又是浓墨中苗 一般感情比较重的地方 下笔也会比较重 我们看哪些地方 他下笔比较重 尔腹 尤其是那个腹子 最后一纳简直触目尽心 还有那个腹腺子死 你可以想象得到 严真卿对于他两个亲人的死 他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悲痛的 易公子在这几天的微信里面会讲到 这其实是一幅非常感人的书法作品 越看你情绪越容易带进去 小的时候易公子被逼着去学严真卿的书法 我导致对严真卿没什么好感 但是当我真正走进去这幅书法作品的时候 我才真的明白 书法其实打动人的 并不是技法 而是书写着他要倾诉的感情 这幅作品现在被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很少展出 因为书画作品很难保存 所以如果你在易公子的微信平台上面 有看到说 这幅作品现在有展出了 就赶紧去看 因为这辈子 你有可能只邂逅他这一次 这些人现在都已经离我们非常非常远了 但是要谢谢他们的字 让我们在那个没有照相机的年代里面 可以通过字和他们这么亲近 也要谢谢各位义粉真爱们的字 我们现在已经很少肯动笔写点什么了 所有的交流都是停留在一个又一个的电子表情里面 但是真的因为有了你们这些字 让我们可以在素未谋面的时候 看到字就跟看到人一样亲近 最后给大家留两幅字 一幅字体就像一棵参天大树一样拔地而起 字势沉着 结体紧凑 书写流畅 另外一幅字你可以看得出 一笔一画一丝不苟 整个字的边缘就像刀锋一样锐利 大家猜猜 它们分别是哪两种性格 易公子是不会告诉你 在微信后台上有人会专门接电影的字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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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